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是曾珍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 北韩外务省发表声明 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请求 请将北韩涉嫌违反人权的个案 交由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的决议草案 是颠覆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 又说美国的敌对行为 令北韩在开展新一轮核实方面不能再保持克制 将无限度加强战争威慑力 应对美国的武力干涉和侵略 声明说北韩已经向国际社会 表明有意在人权问题上的配合 但被美国拒绝强调主导 通过这一项决议草案的各方要承担一切后果 墨西哥第一夫人李维拉宣布出售 名下位于首都墨西哥城的豪宅 这座豪宅由他有份参与当地高铁投标企业的子公司承建 他强调不希望外界继续借此诽谤和污蔑自己的家人 曾经是艺人的李维拉 2010年成为第一夫人之后结束演艺生涯 并获得电视台超过650万美元的酬劳 前年初购入这一座折合约400万美元的豪宅 至今已经支付了三成 他强调没有什么隐瞒 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决定将豪宅出售 由中国铁舰牵投的财团 早前投得当地首条高铁工程 但墨西哥政府决定重新招标 以免被置于透明度和合法度 香港政府司司长林郑月娥 昨天与福建省副省长郑晓松率领的福建省代表团 在港会面 双方同意成立民港合作会议 民港合作会议由政务司司长和福建省政府 分管港澳和商务事务的副省长领导 明年1月下旬在福建举行第一次会议 讨论经贸 金融和其他范畴的合作 日常联络和协调工作则由政治及内地事务局 与福建省港澳办负责 林郑月娥表示 民港合作会议将两地的交流合作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 期待明年1月房敏时 可了解福建经贸的最新发展来加强合作 古资会早上召开特别会议讨论 港铁沙中县土瓜湾站的考古安排 主席林小卢关注工程引申多少额外开支 也有委员会提出 超资由港铁还是纳税人负责 而陆政署表示根据港铁提交的初步数字 去年底至今9月应扩大考古工作 以耗资30亿元 如果按纳原址保育方案 最终涉及的累计额外开支 由41亿元至54亿元不等 延长最长15个月 而陆政署强调 沙中县项目是由政府来出资的 香港个人隐私专员公署公布 两份调查报告及一份视察报告 当中有5间公司经营的6个补习中介网站 向导师收集超乎适度的个人资料 包括向求职的导师收集身份证号 姓名以及电话等资料 但有关网站并不是受雇佣条例监管的职业介绍所 没有法律责任收集求职的身份证号码 另一宗调查报告涉及时间持牌的外傭中介公司 这些公司要求求职的外傭提供家属及前雇佣的资料 中介公司与雇主需要收集有关资料是可以理解 但不应在招聘初期要求外傭来提供 视察报告则建议劳工处增加收集个人资料的透明度 并引入机制监管有关资料是依促处方的内部主引条例 接下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 港股今早直跌反弹盘中一度逼近年限位置 横指高开27点开盘后曾快速回落 最低跌超过百点低见23,252点站稳反弹 最高升至23,461点 早盘高低点相差超过200点 中资石油股及腾讯反弹力推大师向好 截至到目前为止横指报23,397点上涨23点 国企指数报10,418点上涨38点 从盘面上看蓝筹股多数收低 中资资源股盘中强劲反弹 中海油升3%为表现最佳蓝筹 中国石油涨1.65% 中国石化涨1.78% 昆仑能源涨0.35% 而腾讯涨1.29% 中资地产股沙跌 华人质地跌1.5% 中国海外发展跌0.97% 澳门博彩股承压 金沙中国跌1.4% 银河娱乐跌1.86% 中国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初值降至6个月低位至50 低于市场预期的50.2 上个月中值为50.4 11月制造业产出分项指数再度跌穿 胜衰分界限至49.5 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上个月中值50.7 这次PMI初值数据样本采集为11月12日至19日 中值将于12月1日发布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徐红斌指出新出口的订单增长持续放缓 令到产出分项指数自今年5月以来首次跌穿50 通缩压力依然强劲 劳工市场进一步呈现疲软的迹象 价格压力疲弱以及产能利率低 反映中国需求不足 此外他认为未来几个月 房地产市场及出口方面有不明朗的因素 他认为增长仍面临明显下行的压力 应部署更多的货币及财政宽松措施 中国铁建与尼日利亚当局正式签署 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的商务合同 总金额达到119.7亿美元 标志着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史上的 单体合同金额最大项目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尼日利亚沿海铁路全长折算 线一共乘达1402公里 全线设车站22个 设计时速为120公里 中国铁建中非建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曹宝刚表示 尼日利亚沿海铁路经过三年多的策划设计和追踪 今年5月5日 周尼双方签署了项目的框架协力 合同金额为130亿美元 随后尼方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调整 项目合同金额变成了119.7亿美元 中国铁建董事长党委书记孟朝飞表示 阳海铁路全线采用的中国铁路技术标准 将带动施工机械 机车车辆钢材 机电产品等价值接近40亿美元的中国装备出口 南方航空昨天公告称 公司拟珠海直升机分公司进行改制 设立全资子公司 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 珠海直升机分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原则上 全部注入新公司 根据公告 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陆上石油服务 海上石油服务 直升机机外载核飞机 人工降水医疗救护 航空碳矿 空中游览 私人飞机驾驶 执照培训 直升机银行作用等 海洋监测等等 中石化的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周四公布 拟三年内投入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用于治理油气管道安全隐患 以及替换更新老旧管道 中石化表示 三年内全面完成现有隐患整治的工作 具体行动及时间节点为 2015年9月前完成重大及穿越密闭空间隐患治理 2016年9月前隐患整改率达到80% 2017年9月前全部完成治理 2014年11月22日是中国石化首个安全生产警示日 一年前为民地青岛1122的事故教训 中国石化集团决定于11月22日为安全生产警示日 此番表态正好发声来安全警示日来临之际 关注完所有的样文资讯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天气 现在香港的平均气温是25摄氏度左右 大致天晴 谢谢观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请留意接下来的节目 请留意接下来的节目